国防部目前要召开新制约要开放 对啊对啊对啊 甚至对对对没有错 这个国防部在今年度先试行北中南各一个营 直接在外面输营 搭帐篷输营 然后直接在外面实施操课 总共北中南有一个营 要办理今年要办理实验 其实今年是先试行而已 试行看可不可以 如果可以的话 以后就把这个输营纳入课表当中 所以今年北中南各会有一个营的 这个教育招集的人员 是在外面直接输营 那火防火防也直接搬出去 直接搭帐篷 然后把快速炉拿出来 然后把大锅子放在快速炉上面 直接在那边实施催事工作 直接在那边实施催事工作 所以北中南各有一个营 今年度会在北中南 然后实施野外树营上课 甚至用餐 所以他也直接拿快速炉出来煮 他没有开催串车出去 他没有开催串车出去 他是直接搭帐篷 直接用快速炉直接炒 直接在那边催事 没有开催串车 你都知道嘛 陆军都有边边催串车嘛 大家找网路就知道有催串车 那他们没有要开催串车出去 直接把火防的东西直接搬到外面去 除了炉灶没有以外 他会下面架一个油桶 然后架一个快速炉 直接在那边实施催事工作 实施催事工作 美军直接去丛林哦 对啊 你看美军更辛苦 还要去沙漠丛林 那比我 我们至少会找野外 就是室外 然后找一个空旷的地方 来实施催畅的工作 还不至于像美军 他要去沙漠 要去丛林 对啊 但是比较夸张一点 没错没错 我去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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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去沙漠 我去沙漠 多厨 我去沙漠 就这一切 你去沙漠 多少 跟沙漠 我去沙漠 以他们就差个沙漠 当我去沙漠 有的 我去沙漠 你 填在哪裡 誰在填 很多钱连钱不允许烧咯 有啊有啊 我们现在也是还是有烧啊 哦 是哦 没有没有 我们台湾的有关于这个 检疫的厕所都是用掩埋的方式 没有用烧的 台湾都是用掩埋的方式 就挖一个洞嘛 挖一个洞之后 大家上完之后 要离开这个树营地的时候 要把它杀直那些土回田 然后用掩埋的方式 台湾也没有用烧的 台湾也是没有用烧的 台湾有时候是用掩埋的方式 台湾一直都没有用烧 这谁说用烧的 没有啦 台湾一直都是用掩埋的方式 这个是雄王打仗菜市场也没有的 菜也要自己找 熊王 熊王 谢谢你 谢谢你 哇 现在是用化学药剂哦 这么方便哦 没有没有 台湾 我离开陆军的时候 还是在用掩埋法 还是用掩埋法 洋雨加入战局了 可是谢谢杨宇的支持 谢谢 谢谢 谢谢杨宇的支持 现在用化学 化学药剂是一个好方法 果然是这个科技大国 对啊 我觉得用化学药剂去做分解 应该会比掩埋法还来得更快速 美军果然是实战的部队 聪明聪明 这个我倒没想过 因为我一直带部队出去树营 都是直接掩埋了就走了 所以都没有想到化学药剂这种东西 所以美军还是真的是实战的部队 人家一讲出来就不一样 对啊 人家一讲出来就不一样 假如国军新训单位 真的完全参照美军新训单位 包含金带国 谢谢大家